其實我好像還蠻常被懷疑的 不只是被老婆懷疑 說你這樣做到底是對的嗎 或是父母的懷疑說 OK 你根本就不適合當一個老闆 從小到大到現在都這麼認為 我後來發現 這就是我 我喜歡用這個方式在經營我自己 或者在經營我的公司 我就應該要試試看 或是投入的去做 先不管別人說的對不對 我就去試試看 然後沒想到我的夥伴就越來越多 我非常開心當這個鐵人的共同 我是Joby 然後我有經營鐵人三項這個區塊 然後也有做CrossFit的健身房 然後也有在新莊經營的一個健身房 然後還有一個運動人餐廳 還有我是三個小孩的爸爸 鐵人 我對他的定義其實 因為鐵人三項的運動就是游泳騎車跑步 但是有參與這個運動人都知道 如果你要把這個鐵人三項做好的話 你必須要有三個地方把它做好 就是你的生活 你的運動 然後你的工作 都要很平衡 你才有辦法把鐵人三項這個運動做好 所以鐵人對我來講就是 不是只有運動好而已 而是你要把生活做得很好 你要把工作做得很好 你要把運動做得很好 一路走來的信念跟價值觀 我有不只三個 但是如果要講三個的話 我會講說 第一個就是時間力 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勇敢的時間力 所以如果你敢去實踐 你就不會後悔這個人生 你不會覺得說 OK 我這陣子到底在幹嘛 我想到什麼我就想去做 就我不想要讓大家覺得說 Joby 你很會想 因為也知道說現在的人想法有非常多 尤其現在年輕人 比我們想法還要多很多 那我都會覺得 我以前也是超級會想 但是我覺得 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想到我就要去做 所以我以前的夥伴們 我的以前的朋友們 或是我的家人 他常常聽到我在講一些 說我可能要去做運動中心 或是我可能要去接一個 世界很大的一個運動品牌的賽事經營 或是我想要開一間公司 或是我想開一個餐廳 大家都會覺得說 Joby 你在想什麼 怎麼會 然後他們大概過了一陣子 我就會把這件事情實現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說 其實你越來越習慣這件事情 就是你把想像的東西 付出於實現 一步一步的去實踐它 你會發現這是一種習慣 當你想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沒有沒有做不到了 只有你敢不敢去做 所以在這中間我也突破了非常多 自己的高度 或是自己的目標 然後我就會覺得 還不錯 那也影響了身邊很多人 他們很勇敢的去想 然後很勇敢去追求他們的目標 然後第二個是 探索或是保持好奇 就是我對任何事情 其實是充滿了好奇心的 所以我不管在帶小孩 或是帶我自己的團隊 其實有很多很新的東西 或是很誇張的想法 都是因為我太好奇了 太好奇我們做得到還做不到 所以我會覺得好奇 是因為我一個價值觀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本 什麼養育小孩的書啊什麼等等 朋友送我一大堆 我從小孩第一個出生 第二個出生第三個出生 然後也很多人懷疑過我 但是後來我發現 我小孩是快樂的 我小孩是有執行的 我小孩是有很多想法的 小孩這個生命 其實它是非常有智慧的 我不會一直把他當小孩子 所以別人看我就覺得 你把你的小孩當大人一樣 在操練 或者是在跟他們對話 因為很多人看到我 就是我跟小朋友講 超級多道理的 我從他們是Baby的時候 就跟他們講 說你為什麼要哭 你哭代表什麼 開始講 然後我就覺得 我在這探索我過程中 我覺得我非常開心 所以我覺得我帶小孩 我會覺得 我們就不要衝上自然 所以沒有給他們很大的局限 讓他們盡量可以有 自我發揮的空間 第三個就是 我覺得我最重要的就是Family 就是 不只是家人 還有我的夥伴 我都會覺得 這就是我的Family 我們公司整個涉略了 是整個鐵人三項的範疇 就是包含了製作比賽 運動 然後包含了訓練 包含了體育用品的代理等等 所以在這裡面 參雜的人就會非常的廣泛 就是有專業的教練 然後有好的門市的服務人員 專業的服務人員 也有很會想idea的夥伴們 在舉辦鐵人三項的賽事 那我在這裡面 我就就會比較 向大家比較覺得 比較通俗一點 我就會用比較家庭的方面 在經營我們的公司 就把大家當作是 我自己的小孩一樣 然後我跟我老婆 就是一個是爸爸一個是媽媽 就是常常去關心夥伴說 過得怎麼樣啊 或是比較用感性的方式 在經營我們的公司 我老婆Maggie 她其實是在別的公司 是一個高階的主管 那她放下她高階主管的身份 然後就一言決然的就是說 反正看我創業 她就決定來幫我 那因為她的領域 跟她懂的事情 其實能幫助我的其實不多 但是很重要的是她的角色 就是她的態度 因為她是一個非常溫柔 然後非常脾氣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太太 就是我很幸運的地方 就是她永遠會很支持我 去做每一個的決定 只要我想到什麼 她都會說 Joey 那你去做過看啊 那因為她也知道說 反正她不給我做 我就會 我會心情不好 所以她就會說 OK 你去做過看 那我會覺得有她在 那我會覺得非常的放心 在處理任何的事情上面 那因為她又是一個非常 對 跟我是比較不一樣的人 所以她可以用比較媽媽的角色 去對待我的夥伴們 我的員工 或是她可以用比較不一樣的角度 去告訴我說 其實有些員工可能需要幫助 是她觀察到的 或是她就是在旁邊從中協助 看到我有缺什麼 然後她就會提醒我一下 所以我覺得她的角色扮演得非常好 然後我也會非常慶幸 有她在我身邊 然後跟我一起創意 其實在這中間我也經歷過很多人 很多挫折 就是因為用感性的方式在經營公司 就會經營到 就會比較多的破折 那很多人就會說 你這樣不對 經營公司就是要很理性 然後你就要切得很清楚 他們永遠都是你的員工 不是你的夥伴 不是你的家人 都一直在跟我講這些話 或是很多過往的人 都說有一天你會後悔 那其實我在這過程中有想過 會不會我是錯的 因為其實我也有備 不要說有備 就是也經歷過就是 夥伴之間的不愉快啊等等 然後我都會覺得 我是不是錯了 我是不是放太多感情在裡面了 然後會收不回來 就是 每一個夥伴的離開 或是每一個夥伴的失落 都會跟著一起很失落 那我在檢討我自己的過程中 就我剛剛講 我一直很努力在檢討我自己 後來我發現我不快樂 我覺得那不是我 那也不是我創業的目的 我創業的目的就是要有一個 大家一起打拚的一個團隊 要一個很強的團隊 要一個大家就覺得 我們可以生活得很好 彼此交換價值觀 彼此交換生活的歷練 或是去做一些團隊 可以融合在一起的運動 那希望大家可以更緊密 當我這樣想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那個不快樂慢慢的消失 我覺得 我就是會 會失落 我就是會 難過每一個夥伴的離開 或是 我就是會開心 每一個夥伴靠過來 或是每一個夥伴的成長 我就覺得 那就是我 我不應該去逃避 我不應該覺得說 好 經營公司一定要很理性 OK 他們是員工 OK 我應該要 我就是老闆 那我也會這樣堅持下去 因為 不管成功 或失敗 畢竟這個過程是我喜歡的 對 所以 再去檢視別人對我的眼光前 再去看看自己做的 是不是 有過頭了 是不是要炫耀 就像別人可能我在炫小孩 我在炫我的團隊 他們就覺得 我其實 只要不是這個態度 我只要是用分享的態度 其實我不是 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 了解我的生活 了解我工作的態度 那 我覺得沒有必要不快樂 或是必要去反對別人的意見 所以在這中間 我就慢慢的取得平衡 那我也會 就因為自己有這樣的決心 所以現在還滿快樂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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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